要讓它完全的凝結 畫面上是基隆市多元文化發展協會的新住民朋友 和市長謝國良跟縱發處長林立禪 一起製作小愛爸爸手工皂 市長謝國良第一次體驗切皂 並為手工皂蓋上海洋之心 與亞洲最有愛的城市等圖案 由於用冷製法做的手工皂要晾晒一個月 因此市府特別和新住民朋友提前一個月來製作 而完成的手工皂將作為市長送給來訪賓客的母親節禮物 很開心來到我們產寶寶 也就是縱發處的林立禪處長 今天舉辦的手工皂活動 這個手工皂做好了看起來很棒吧 但是要等一個月以後才能正式的帶回家庭使用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為了我們下個月的母親節 來做好這些手工皂來送給我們各位好朋友 今天也是小愛爸爸第一次學做手工皂 以前就只知道怎麼用 好 那這個我要等一個月就可以帶回家來一起用 首先就是大家現在都倡導環保啦 所以尤其又是在地我們自己做出來的作品 那這些都是姐妹們的用心跟愛心 所以未來我覺得我們可以固定的做這些手工皂 然後送給我們的親朋好友 然後讓大家在洗澡的時候都也能夠感受到 我們的同仁對大家的關心 我們整個手工皂會運用了我們的相關東南亞的材料 包括我們有棕裡油 還有我們有我們的那個就是薑黃 那因為我們知道東南亞的薑黃是很重要 尤其是柬埔寨在做葉子的時候 然後一整個月全身都要塗上薑黃來保護我們的皮膚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香料跟材料 都會用上很多東南亞的一些元素 今天藉由這個母親節的活動 把大家各位姐妹聚集在一起 能夠促進大家之間的一些聯誼活動 為市長製造那個手工皂 傳達大家的友愛 那也希望說在這個溫馨的午夜 那姐妹跟家人聚集會的時候 也要記得就是勤洗手 那我們也在午夜份的時候 如果有訪客來訪市長的時候 我們會送出我們的手工皂 小愛爸爸的手工皂的禮盒 那當然送完為止 那今天我們會製作200份 那也希望說把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愛可以繼續傳達出去 市長謝國良說 希望透過手工皂 來傳遞母親節溫暖的祝福 縱發處也表示 透過活動會完成400個手工皂 將包裝成200個精美的禮盒 在溫馨5月 限量送給前來市府參訪的賓客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